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抗拒的是损失 改变或变化人人都喜欢 但要他们放弃自己以来喜欢做的事 更是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改变就很难做到的事 原因很简单 因为改变打动了或是挑战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 因为这样 以上的那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人们抗拒的不是改变本身 他们抗拒的是损失 因为改变需要他们去放弃一些他们喜欢做的事 人的一些不好习惯也是这样 要劝一个人不要犯错很容易 但是劝一个人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再犯错 因为这些错误行为只是表面上的表现 心里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福音当中非常严厉地提醒我们 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兼淫 我却对你们说 凡诸是妇女 有意谈恋他的 他已在心里坚引了他 耶稣看到的不是表面上的行为 内心存有的意念是一切改变的重点 意念或是心里存有的这些想法 跟行为在道德行为上是一样重要 反而意念是犯错行为的动机 所以要改变行为 就要先注意自己内心的意念 心里如果正常 行为一定会是友善的 心里如果有问题 行为上也不会友好的表现 举个例子 我们简单地用偷窃的行为 偷窃的行为是不对的 但是有一些人因为经济困难而为了生存 他选择了偷东西来弥补自己的日常需求 但有一些人的偷窃行为问题 不是因为他们需要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 有的人偷东西不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需要 不 有一些人就是很享受偷窃的快感 他没办法控制自己变态的欲望和行为 还有很多原因 但是重点是 偷窃跟心里不正常的心态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我们如何帮助这样的人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呢 外在的协助虽然是有必要性的 但是自己的毅力更需要 自己要好好的去思考 从内心最深处的地方找出自己常常犯错的原因 从中培养出更友善的生活习惯来代替 一个人就慢慢的会看到自己其实在改变 换句话说 要改变自己不良好的行为 一个人必须先找出真正的原因 而且要从心里找出这些原因 来反省治疗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今天就这样